而在防疫期间除了对于民众的健康造成威胁之外 同时对于经济也造成了一波很大的影响 尤其花莲目前许多各大饭店的住房率都少于五成 而在原本三到五月是婚礼旺盛的时期 却在防疫期间纷纷的退订住宿和餐厅 相关行业也间接的受到冲击 最直接影响的花莲五月的大西瓜 在餐饮业者经营不佳的情况下 销售量恐怕会下滑 农民也纷纷希望有关单位能够协助 避免他们的西瓜发生了自销的效应 新冠病毒疫情不但重创国内观光业 也重创花莲的餐饮业 因为民众忧心群聚感染不愿出门消费 再加上婚礼业者跟餐厅的退订 更是雪上加霜 饭店业者表示原本三到五月是结婚的旺季 目前因为婚礼公司的退订 连带造成了饭店餐厅的业绩下滑 跌破五成以下的业绩 那以我们现在住房率来讲跟大概三成多 跟以往比起来大概掉了大概三成左右 甚至更多 那餐饮相对就影响更大了 那一些地方客进来使用其他餐点的部分 也相对比较少一点 那原本饭店在操作是有两个餐厅 一个是中式的一个是西式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人力的调配 以及可能开厅的成本上面去做一些运用 所以我们目前来讲大概是休一天 然后把人力集中服务集中 也不会说因为人少而服务变差这样子 那整个以婚宴的市场来讲 原本大概三到五月算是结婚的旺季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尽量避免聚集 那所以整个婚宴的市场 大部分都往后延到大概11 12月 所以这一个可能三到五月之间 在整个婚宴的这个区块 就相对目前是比较没有的 以往餐厅业者最爱使用的水果是西瓜 在餐厅业者的业绩不理想的情况之下 间接影响到了目前正准备盛产的西瓜产季 恐怕是下一波受到重创的产业 餐厅业者他的营业情况不是很好 会不会担心这个西瓜会有滞销的情况 会很担心啊 怎么不会很担心 像一些餐厅跟饭店几乎生意的 都一些客人啊 一些百姓都不敢去了啊 现在我们西瓜下个月 月中跟月底就开始要 就开始要生产了啊 当然会担心啊 怎么不会担心 近期因游客大不减少 餐厅经营也大受影响 乏人问津 业者经营不下去 较去年同期几乎砍半业绩 农民忧心5月即将到来的产季 若疫情仍未好转 销售情况不佳 恐怕造成华里西瓜的滞销情形发生 众人也期盼 肺炎疫情能够早日消退 希望政府能够赶快拿出解放 记者林杰收封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到